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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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哥 猴哥 你真了不得 五行大山 压不住你 蹦出个尊心者 猴哥 猴哥 你真太难得 今週再年 没改变老孙的分色 你真太难哈 把一根豪猫 追出后万根 扎一扎眼皮 能把鬼失破 凡个跟头 十万八千里 抖一抖 微风 山峰的夜里 哪里有的都像你 哪里有心都有歌 神经百战大头枕 成了阳山心如火 你的美名万人传 你的故事千家说 引入路邦额永闪说 早进天下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 5分0点 小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悟空 那是什么地方 是道怪 好 我们前去宿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长生不老神仙府与天同寿道人家 这道是也够狂的 我大闹天宫的时候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没见过这样的大话 你不该取笑人家 我最讨厌别人说大话 怎么管他说的是大话假话空话 师父说过只要讲好听的话说就能吃饱肚子 我什么时候说过捡好听的话给人家说 师父如果没说过那就算徒儿说的 大家都得吃饱肚子 这话没错 再说好了 沙 跑了 别让他跑了 快点 快点 请问这位师父可是唐僧 贫僧正事 大师父 我们失赢了 里面请 你们武装怪 为什么只供天地二字 不瞒大师父说 那个天字还值得我们礼拜 地字还受不得我们的香火呢 因为三清四地大罗神仙 都是我师父的朋友和晚辈 猴哥 你中风了 不 我一听见大话就要昏倒 你给我到山门前喂马去 多谢师父 再听下去我又要昏倒了 请问我能拜访你们师父吗 他不在 奉原始天尊之命到上清宫听课去了 要是方便的话 我们在这歇一宿行吗 请大师父到厢房休息 你去吧 师父也真是 画一顿斋不就得了 还要自己做饭 那人不像人猴不像猴的家伙 太气人了 要不看在他师父面上 我非揍他一顿不可 师兄 那个大和尚真的是唐僧吗 要真的是唐僧 师父还让咱们用人参果招待他呢 师兄 别忘了带金鸡子 师父不是说了 要用他才能够采下人参果 从来没听说过人参果一定非常好吃 放狐了 算我倒霉 大师父 你真的是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吗 阿弥陀佛正是 你没有骗我们 平僧从来不骗人 师弟 你在这陪大师父 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大师父 大师父 请用这果子解渴吧 这是我师父特地关照的 这不是三昭未满的孩童吗 怎么能用他来解渴呢 罪过罪过 你看 这是果子 不然他怎么没有五脏六腑呢 你师父的情我领了 可这果子太像孩子了 我不吃 这么好吃的果子你真的不吃 真的不吃 他不肯吃 他不肯吃 唐僧不肯吃这果子 放这会烂掉的 多可惜 就是 太可惜了 我看不如我们自己吃了吧 小师父 小师父 我师父说 这果子就让我来领你们的情 带他吃吧 这果子你师父不吃 也轮不到你吃 瞧小师父 我这胳膊比你们腿还粗 凭这你们不给行吗 你这胖和尚口气倒挺大的 口气不大 力气不小 那好 你就打我一拳 要是被你打倒了 就给你吃 你说话算不算数 当然算数 你要打不倒呢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想在你屁股上踢一脚 可以 来吧 这样吧 我先让你在我屁股上踢一脚 要是倒下的是你 我就用不着打你一拳了 你就把骨子给我 你怎么谦让起来了 我怕这一拳会打出人命来 那好 就照你说的办 这是你自己说的 你可别后悔 来吧 后悔我不姓朱 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大夫 怎么 我还没踢 你就害怕了 不 我是担心你把腿踢断了 找不着大夫 这你用不着担心 八戒 八戒 怎么了 我急着向你报个好消息 飞得太快 落点不准 没站稳 是什么好消息 什么 叫我当小偷 我不干 那是人间第一真果 天上的盘桃我都吃过 这人间真果我不稀罕 猴哥 你不稀罕 我可嘴馋 你帮我忙吧 你不是说吗 管他假话大话空话 只要捡好听的说准能吃饱肚子 我是说过 你怎么不捡一些好听的话说 骗几个果子吃 刚才我说了 可那两个小道士非但不给还说了些难听的话 什么难听话 我不说 说说有什么关系 他们说那果子就是喂驴喂马 也不给那人不像人猴不像猴的家伙 他说谁 除了你还有谁人不像人猴不像猴 我看你是想哄我去偷果子 你不信就算了 我看你是被他们的大话吓怕了 我怕他们 不怕 那你怎么把难听的话都咽进肚子里去了 我白认了你这大哥 我肚子饿想吃个果子都办不到 别说了 我就给你去弄几个 猴哥 你等一等 怎么 你不想吃了 不 要采人参果 先得拿到金鸡子 那金鸡子在什么地方 就在他们的盗房里 知道 师兄 那个胖和尚没有吃到人参果 会不会去后院偷 他没有金鸡子 怎么偷得到 去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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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再来 我也要好 你 明明是落在这里的 怎么不见了 肯定是被园里的土地老儿收去了 土地 你快给我出来 快点出来 大圣有什么分 土地老儿 你怎么把我刚打下来的果子给捞去了 大圣错怪小神了 这人分果是地仙真果 别说吃 小神连文文也没这福气 这果子这么珍贵 人分果一万年才接三十个 闻一下能活三百六十年 吃一个能活四万八千年 掉下来的你没捞 那他到哪里去了 大圣 这是五行香客 什么叫五行香客 五行香客就是 欲金而落 欲木而枯 欲水而花 欲火而浇 欲土而入 刚才落在地上 当然是入土不见了 这么说 刚才我错怪你了 你去吧 二哥 你不去做饭在这等什么 等好吃的 你们看 人参果 你吃过人参果 见果可没吃过 我在灵霄宝殿 只是个听人使欢的卷帘将军 人参果是专给王母享用的贡品 我哪能吃得着 在天上你吃不着 当了和尚反倒吃着了 这都是托猴哥的福 这人参果是什么滋味 你能不能再弄他几个来 让我仔细的尝尝 你以为这是卖饼子吗 他一万年才接三十个 你能吃上一个就该满足了 去 不好 金鸡子不见了 肯定是胖和尚那一伙溜到后院去偷人参果吃了 去看看 你这和尚 刚才请你吃人参果 你不肯吃 可是背地里又叫你那些徒弟偷来吃 阿弥陀佛 这东西我见了就害怕 怎么会背地里叫我徒儿去偷来吃 你还抵赖 刚才我去数过了 少了四个 你们一人偷吃了一个 难道不是吗 小师傅 我真的没吃 你没吃 那肯定是你徒儿吃了 这 这个 你偷 我 你们几个可曾偷吃了这的人参果 师傅知道我是个老实人 从来不讲假话 我看见这两位小师傅在吃果子的时候是想来一个尝尝鲜 可他们不肯我就离开了 那果子长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偷 你笑 这是你偷的 我天生长了个笑脸 你们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沙僧出家人不打狂语 你给我说你们几个有没有偷吃了人家的果子 这个 这个 这可不好说 吃了就说吃了 向人家赔个礼就是了 有什么不好说的 这 这实在是说不好 说不好 师弟说不好 就让我来说 师傅 是八戒说得嘴馋 肚子又饿了 我就去后院摘了三个 现在我向小师傅赔个不是 你偷也偷了 还想少说一个 我数了 你偷了四个 好 你摘了四个 多吃了一个不说 还骗我们说你只摘了三个 你这骗子 赔我们的人参果 我已经赔了不是 你怎么还骂人 就骂你这偷东西还要耍赖的骗子 孤空 你们偷吃了人家的东西 让人家说上几句也是应该的 现在我罚你们全都给我和掌默念 三十遍忏悔经 他们骂人 我就是不念 猴头 你不念 我可要念锦箍咒了 你這騙子 就是念一千遍忏悔经也不行 你得赔我们的人参果 骗子 你得赔我们的人参果 骗子 赔我们的人参果 骗子 骗子 赔我们的人参果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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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2 3 3 4 4 5 5 6 5 5 6 8 5 你怎么了 我好像撞着什么了 这什么也没有 我还是看了 我还是看了 好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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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